另外你看刚才这个短评当中提到了台岛的这个屏东县的九棚导弹基地发生了爆炸 其实我们看到近年来台军事基地发生爆炸不是一次两次了 您东旭先给我们分析一下 这次屏东县这个九棚导弹基地发生爆炸的具体原因会是什么 可以说呢一将无能泪死三军 那么这是对于民进党和蔡英文掌控台军的一个最贴切的形容 其实呢台当局现在还是有以武剧统的迷梦 希望手中拥有这种远程的打击火力 就是射程上千公里的这种导弹系统 想要从美国买 美国呢是不会向它进行出售的 所以呢它就进行这种所谓的自主研发 那么台湾的中山科学研究院 其实它的这种先进导弹的技术储备是非常差的 现在进行的雄风二厘项目 包括这个云风项目 有一点赶鸭子上架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么屏东的这个九棚基地 就是新式导弹的一个重要的测试的设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